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盤是压力的74点 有什么样的GEO股 可以好好的逢低来承接 我们会逐一来跟你探讨 包括生息类股 第一个阶段 继续跟你分析 今天很多党的电子股 跌势的过程 似乎比大盘跌得重了一点 包括大力光 今天跌了68块钱 TPK也是一样 今天重错 跌了20块钱左右 那TPK今天为什么会重错 消息面传来说 TPK人事上的安排 人力欲缺不补 那为什么人力欲缺 它不补了 因为触控笔电的一个浪潮 这个需求量没有预期中的多 那既然触控笔电的需求量 没有预期的多 那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安排 当然是 那只是说 这样的一个利空面 这样的一个消息面 你是不是应该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TPK在6月营收 见低点 它是不是谷底 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的分析吗 其实新年度的一个TPK 6月营收一样见低点 7月以后开始回温 开始整温 新年度也是一样 6月营收 7月营收开始回温 所以之前你就应该知道 触控笔电的需求有下来 但是不是没有需求 只是说没有预期中的好 你担心 公司派也担心 所以他才好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人力以后只要预缺 暂时不补吗 所以股价会撒下来 那你觉得这个消息面 是不是反映之前的一个基本面 对 第二季 456荡下来吗 触控笔电需求有下来 是事实啊 事实摆在眼前 公司派的一个作为 只是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嘛 那我要问你的是 整个一个触控笔电的商机 还有没有存在 是不是存在着 既然是一个存在的 对目前TPK 在打底的一个架构 我们的看法 很用心良苦 上个礼拜五 我利益良善 达到296的TPK 我讲过了 双底的一个架构 我不希望你卖在低点 我希望你看我节目 你是买在低点 我是一个 有良心善良的分析师 同样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TPK今天虽然藏黑 那我们给你的建议跟看法 它是不是在打底 今天低点就是300 整数的关卡 昨天的外资 有小幅度的回补了 回补了700多张 之前短卖了三天 昨天开始回补 那在礼拜以及上礼拜四礼拜五 我已经讲过 有特定的一个买盘 已经进驻在TPK 所以今天的利空 打下来TPK 也没有打到跌停板 所以面对台股的压回修正 面对台股的一个 反步奠高的一个格局 其实有一些电子股 真的是蛮有机会 让你赚到钱的 大涨时候来分析 不是高手啦 回档修正 你该如何看待这个盘势 你该如何面对你的持股 那才是当务之急 好不好 大力光今天 一样收最低 杀下来 整个大力光的股价 还记得吗 这边我们赚了一段 还记得吗 一百多块钱的利润嘛 当时把税会公布之后 跳空涨停再往上冲高 那冲高之后的一个上升段 除权前这一小段没有赚到啦 这一点同学们应该很清楚 那当他回档修正 那除权起之后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贴权行情 为什么要拿出外奔系 那去的时候 大家掐锣打鼓 加油添醋 不是什么 值得炫耀的事情嘛 但是一档 机优股的一个回档修正 你要明白的是 什么样时机点做介入 什么样位置可以承接 那才是一门小问嘛 所以对大力光今天藏黑嘛 跌了六十几块钱 在法术会公布之前 当时910你有没有买 你有买这一段你可以赚到 而且是快速的获利 所以这边形成一个 大跳空的一个缺口 是支撑 那股价是不是开始回撤支撑 那回撤支撑 今天的一个大力光杀下来 如果你手中有的 我说过一档股票创新高 我不会带你去追 但是下来你想不想赚 上礼拜我的一个台讯 最高121 开高之后走低 正常 真的正常 我已经讲过了 一档股票如果创新高 我喜欢在高点做解码 你应该知道我一事 所以当他开高走低 我说正常 那股价如果下来 你想不想赚 从8月上旬 这档台郡 我们给你利润绝对超过两成 绝对超过两成 因为我们已经赚了两趟的一个价差 所以当他上礼拜我开高走低 下来想赚的 等我的通知 礼拜一你已经看到 他又开高走低 今天的一个台讯 连续三天的开高走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觉得这礼拜下半周 他有没有机会往上走高 能把未来一个架构 先讲给你听的 又得到你印证的 你跟着他来操作 我相信你的风险相当有限 利润一定看得到 也赚得到 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最近表现其实蛮强势的 你比较一下大盘就知道了 大盘上个礼拜是达到7737 这是一个反转点 但成交量没有跟上 所以他不会V型反转大涨 他只会反步电高 这是我的规划 反步电高 整一个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4965的一个商店街 高姿态的横向整理 没有受到大盘的干扰 所以他是很强势的类股 因为经济部已经核准了 这个合法的跨国的网络交易平台 第一次国内首度跨国 可以合法防务交易 因为之前的网络交易 大部分都是第三人代为支付 不然就是不合法的平台 所促成的一个结果 现在经济部核准了 这个商机就无限大 网络的商机你应该知道 相当的宽广 所以你看一下商店街 OMG跟网加这三档 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表现其实都比大盘强势 那强势的股票有强弱度 这三档股票哪一档最强 哪一档最强 网加支付比较弱 因为融资在增加 那另外呢 第二强的是OMG 因为融资有地减 所以它也是高姿态整理 最强势的是商店街 你们看到 这个平台相当漂亮 那因为它没有开放信用交易 所以它外部的一个筹码最安定 所以我已经讲过了 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这一段是最好赚的一段 但是它来得又急又快 你不小心会套在高点 所以第一个阶段 没有赚到没有关系嘛 那第二阶段你就要把握机会 趁着盘势有回档有修正 这些股票资深性的买点 你要懂得同步来掌握 那这个列股 我刚才讲过 股价表现有强弱度之分 你可以依据它的强弱 来布局 调整你的布局的顺序 最强的是商店街 没有开放信用交易 第二强的是Oh my God 融资有递减 网加稍微弱一点 因为融资在增加 所以对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不用看得太差好不好 大盘回档修正是你的机会 懂得盘势的一个发展 你的策略面的运用 才会一针见血 大盘在弃 什么东西 什么股票 要减网 大盘在弄 什么股票 可以逢低沉接 这都关系到你布局的一个策略 这一档电子股 光鲜元件大厂的 我说过全球市占率高达八成 云端该年股票 双抵力形态 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8月15号讲过 那布局完之后 股价昨天垫高 垫高 那昨天讲过 股价如果有低点 都可以再布局 那今天有没有低点 大盘跌了七十几点 让股价压回修正 它今天跌下来 就是布局买点 因为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了 一档全球市占率高达八成的 光鲜元件大厂的股票 双抵的形态 攻上去的回档 有低点都可以布局吗 那今天有没有低点让你布局 有啊 我就会带你上车 我就会带你买 我的一个反市场操作 喜欢买低点 喜欢把一档符合价值型 投资八大要素的金融股 趁着它回档修正来到支撑 赶快做买进 这是我的一个操盘的一个看法 所以如果对大盘 缓布 垫高的格局 你的一个持股 不晓得如何调整的 或是你的资金 不晓得如何运用的 欢迎你趁着盘市回档 跟我们现象主理做联系 该解决的问题 我帮你解决 资金该如何布局 我在盘中 第一个时间通知你 休息一下 再会来 大家好 我是张飞 我喜欢骑哈雷 玩风凡 打高尔夫 整个淡海 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郑重推荐 伴随最优质的个案 假期人生 乐活成真 洪盛新世界2 您一定要来看看 2622-6888 洪盛建设 信力代销 股市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 股市行情也在乐观中结束 股市获利 造反有理 造反有利 人弃我取 人取我弃 赢家非偶然 获利要人帮 前博蔡老师 赢家的线 02-2578-3777 2578-3777 第一手资讯 近在亚洲头部 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2578-3777 赢家的线 股市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 股市行情也在乐观中结束 股市获利 造反有理 造反有利 人弃我取 人取我弃 赢家非偶然 获利要人帮 前博蔡老师 赢家的线 0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头部 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头痛 请用预分珠 吹起疼 请用起疼 无分珠 无分珠 快够好 爸爸 鹅牌清理窗 专利富文师岛块 学名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带勇 欢迎观察 节目现场 今天有一则 关于生技股的 台维迪的利多消息 来看一下 台维迪的抗默菌的用药 授权给韩国了 看一下内容 默菌用药 Embilia 授权韩国上市公司 SCD 那授权给韩国的一个SCD 当然会有签约金 有签约金 那这个季节就可以入账 第三季可以入账 所以对于未来台维迪的 基本面加持力道 抢不抢 抢不抢 权力金 我之前给你介绍的 智勤的权力金 7块半 这个季 明远多的第一季 15块钱的EPS的一个路障 都会让股价 一涨难跌 那有跌下来 那真的是你一个机会 所以对于今天 台维迪的利多消息 他的默菌用药 我们在上礼拜就跟你分析过了 台维迪有三大明星的药物 哪三大 一个就今天授权给韩国的 Embia 跟默菌有关系的 另外都是 女孩子的乳工 乳癌跟子宫颈癌 女性的一个救星 另外 这是又一个肝癌的一个用药 跟男性有关系 所以这是不是三大明星用的药物 是不是台维迪的经济母 这我们上礼拜就跟你分析过了 有三大厂的一个配合 又有三大明星药物的一个需求 不管是默菌 不管是卢癌子宫颈癌 还是肝癌 这不是目前 癌症的一个救星吗 所以这样股票 在上礼拜五 已经开始拉出红K棒了 那接下来 昨天礼拜一 一样上涨 上涨量有放大是好事情 那今天股价 有利多消息开高走低 Embia已经授权给韩国的 一个SCD的药厂 这个药厂有上市 有利多消息 可以出现这样的下压取量的动作 好不好 昨天上涨量有放大是好事情 那今天下压把量取出来 当然也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对我们的分析 是客观的 是有依据的 否则你今天怎么会看到 这一则利多的一个消息 是不是 台维迪的一个霉菌用药 授权给韩国的一个厂商药厂 这就是我们专研的一个资讯 所提供给你有价值的东西 谷皮尔凭什么涨 凭基本面 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那个涨势都是虚幻的 都是短暂的 怎么上去它就会怎么回档 只有靠基本面 支撑的一个个股 它的一个涨势才会不断的延伸下去 才有破断你行情跟利润 唐联这档大肠癌新药的个股 我们在7月中旬告诉你 右脚是买点 涨了十几%之后的回挡 回这颈线还是买点 7月26号 买下去 有没有三成 继续算 所以你看到它股价填全息之后 回挡下来 上礼拜我告诉你 它会开始缓步电高 我上礼拜我已经把唐联的后市 画给你看了 所以整个股价呢 这礼拜一有没有上去 昨天上去 今天是不是回挡 今天是不是回挡 我没有画给你看 先上再下再上 先上再下再上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回挡 完毕修正之后 股价就会往上 把行情的一个脉动 规划清楚了 有那个蓝图存在 我相信你对看盘的一个过程 跟架构 会比较稳健 你才会知道 你才不会刺 所以对唐联资兰股票 我也在跟你提示 相关的类股 跟台内要是合作协议有关系的 它走的是一个长线的议题 跟内海 而且你看一下唐联 日本大总已经入股了 当时候还记得吗 本来是技术授权的关系 8月7号 大总之要参股唐联 消息面公布之后 股价就开始两根涨停板 填全息 大总之要会入股唐联 那三菱瓦斯化学会不会入股唐联 如果它也入股了 股价会不会两根停板以上的空间 所以根本不用怕回档 股价回档修正 你不敢进场 看我的节目 就有点可惜了 板市场一个操作 一直挂在测标 告诉你 这个盘是一个整理的架构 那既然是一个整理 缓步跌高的格局 第一点下来要赶买 好不好 致请 一丈还心要的 这张股票一直告诉你 权力金 就是它业绩的一个来源之一 今年度的第三季 权力金 贡献EPS7块半 相当可观 明年度第一季 EPS贡献度15块钱 我不会一次告诉你说 它现在EPS贡献度 从权力金来的 总共有超过20块钱 我没说那含那么夸张 就是论事 你得到数据客观 你得到一个见解 会得到你操作上面的帮助 所以对于致请 今年度跟明年度 权力金的一个贡献越来越大 你认为股价应该不会再涨 你认为外资大买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上礼拜我盘中攻涨停 昨天礼拜再攻涨停 前一波高点我说过一定会过 一定会过 因为本利比好低 不到10倍 所以今天的回档 那就不用怕 既然知道会过前波高 压回下来你在怕什么 对有富爸爸的一个加持的一个志情 东洋 权力金每年度都贡献他的EPS 这就是他的一个业绩来免 那有业绩面的股票 你在怕什么 你要怕今天一个大旁回挡修正吗 大家在拌在路 你就买不到低点 那涨上去才去追 会追到短线的高点 你会被洗掉 洗掉后面一大段你就赚不到 所以对我们的连贯性的一个分析 不管是电子股还是生计股 长线的看法跟架构 我们给你的不是只有一小波 波段的延伸利润 我们会一段一段分析让你知道 看一下液态也是一样 之前这档股票怎么过140块钱 最高来到142 很清楚吧 这一段你应该有跟我们一起赚到 那当他回挡修正 在上个礼拜一 微创手术 这让液态 当然是衣材的类股 我礼拜已经规划给你看一下 它中长线的一个走势 一样会先下再上 那短线的一个架构 其实有画得相当清楚 上礼拜会先下来再上 礼拜是不是下来 跌下来是你一个机会 所以礼拜一百三 当然可以逢低来承接 那礼拜是 对就上涨嘛 上礼拜三放台风下嘛 那你看一下到今天一个走势 最高已经来到137了 已经来到137了 那在上礼拜对他的后市 怎么把蓝图画给你知道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对是不是先下再上 真的有照我的规划在走 这款股票要怎么走 不是说一定要去 就画个箭头上而已 对细微波的一个修正 你懂不懂 没有在这 在这会下来又起来 会下来又起来嘛 所以这张股票的一个架构 那或许这几天有稍微震荡一下 那我认为低点可能不会太多 这是我的看法 一彩的相关个股 那跟10月份的一个升测位 当然有关联性 跟目前政策面移做多 也有关系好不好 会减税 减税对EPS来讲 就是长线的贡献 那邦泰这张股票 在上礼拜我告诉过你 股价领先大盘过高 一定还会再走高 血液透析一彩的 光是这个一彩毛利高达 4成左右 礼拜有没有继续创新高 中国 欧洲 日本市场 会让它业绩不断的增温 我说它股价会波段延伸 那我昨天其实也有个话给你看 我有话给你看 那今天的回档 可不会切入 可切入 这是我的看法 那另外一档放射肿瘤 设备一彩的个股 当然是成业一 今天回档下来 可不可以买 昨天 我怎么分析这档股票的 对称形态走长 还没有走完之前 有低点都可以再买成业一 今天压为修正 黑鸡棒打下来 当然可以买 我的看法 不会随便跟动 对生技类股这些 不管是医药的还是医材的 在政策面临加持之下 它走的是长多 短线的压为修正 对波段的行情 一点影响都没有 有低点我会带你买 这是我的一个操作 所以如果现在的一个盘 反步垫高整理 兼洗盘的格局 对你来讲操作难度很高 你的尺骨已经乱得非常蠢 你的资金 已经不晓得如何做布局的动作 今天跌下来 你来找反市场操作的蔡老师 我相信绝对是一个 最准确的一个选择 欢迎你的加入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新庄复东新庞 巨拨造证计划 紧邻大台北水岸公园 股市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 股市行情也在乐观中结束 股市获利造反有利 人弃我取 人取我弃 赢家非偶然 获利要人帮 前播蔡老师 赢家在线 025783777 25783777 25783777 第一手资讯 建在亚洲头顾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拼着这两次是我们招聘国内计定的工夫 我们也不是做最大 但是坚持要做最好 政府扶持中间企业 成为国际提前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取消军交薪资所的免税 有关扣缴及申报问题 请下各地区国税局 购物消费请使用电子发票 可对价可捐赠 方便又还保 华镇月饼 即日起至8月29 75折优惠 赶快把握机会哦 请快拨打29753310 29753310 头头